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辅助类型的话 就是来去做这个米加勒的配件 所以角色整体上的话也是会挺好玩的 那这次角色的机体部分还是用了一个泛用的三反 那除此之外 那个这次有去做到的一个强化 就是联机杀手M跟友情技前列M 那这两个东西吧 都是可以去让直欧跟友情技的威力去翻倍 那联机杀手M就是针对着同一个敌人的直欧 然后那个友情技潜力就是那个血量低过一半以下 那个友情技的威力就是会成了 所以那个这一次就是给到一个蛮不错的全方位的强化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SS组合缩 那这一次那个SS组合缩减就是有跟SS有关系的 那这一次SS就是那个CD有减少12加8个回合 所以那个机能的回转率就是会非常快的 那才被他上这一次新增上去的SS和缩减的话 那其实那个在整个SS对于这个关卡上面的对应 或者就是去对敌人的输出的话 真的是一个蛮大力的效果 那这一次的话SS的部分 那个也是跟之前的收神话一样 就是一个固定炮台的追击 那这个看上去的话 这一次的收神话改的倍率强化了不少 那这一次比较有看点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连奇技能连击杀手M 那这部分前面去提到过的连击杀手M 它的倍率是可以去对叠在SS上面 所以换言之那个例如炮台的追击的部分 是可以去享用到这个连奇杀手M的效果 而且本来他的自强化的倍率就不低 那只不过那个炮台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他这一次还是无属性的攻击 所以那个去针对着一些高难度 或者超高难度的关卡属性倍率提升吧 对那这个SS的部分就是会比较不好看 那相反的他的自强化的倍率一阶段1.35倍 然后他来到二阶的时候就是会有1.8倍 那这个倍率其实就不低 那更何况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技能违转率 那个SS开得很快 那在配合上连击杀手M再乘以2倍的效果的话 那其实那个SS光是那个自强化的部分 就已经那个可以去看得出 他在之后部分的有一定的威力 那再讲讲有情记 那前面就有去提到过这一次的角色 这个强化也是比较偏向辅助类型 就是米加勒的配件 那我目前嘛 我的队伍里面就有在用 那为什么就是配件呢 因为他的有情记的部分 第二招有情记全敌超强毒陨石 那这个可以去帮到米加勒去上个毒 因为毕竟那个目前火属性的角色里面 其实那个上毒的角色非常少 所以那个米加勒就是那个缺少目前这一部分的配件 所以这一次刚格利尔的受神花感也是刚好去顶上这个部分 因为这一次有一部分的被动跟连奇技能都可以去对得上 所以那个这部分看起来的话 未来的一些火属性的角色需要那个输刷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用得上这个组合 然后那个第二招有情记嘛 就是那个三方向追击贯通弹 那这个追击贯通弹就是目前其中一个版本的有情记 那个伤害跟输出量真的很高 而且就是有属性的 所以那个去针对这些高难度的关卡来看的话 属性倍率提升 那个也是不会那个看上去这么无力 对然后那个而且这个追击贯通弹的一个卖点 就是那个触碰到的敌人一定会打得中 所以就刚好去离补到米加勒 这个闪夜弹吧就是有机会那个输出量不够的缺点 那再配合上有情记潜力M的话 其实那个威力跟那个火力的部分 真的也是打得蛮足够的 那这一次果实配搭的部分 我就是会比较推荐到几种三间装 因为那个本来就是要去跟那个米加勒去做个配搭 那所以的话那个米加勒嘛 那一般就是会去装同族三间装 所以那个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会比较推荐到这个几种了 那相反如果你的米加勒 不是去装同族三间装的话 那个在甘格里尔的部分呢 就可以去考虑到去装同族 就是去离补到米加勒的一个不足 对所以那个果实的部分就是会相夫相成配搭上去 好吧那这边的话就是会来到微雪 那来到微雪的话其实这边看起来也快赢了 那我甘格里尔就是去开一招SS 那这个就是我说纸偶很大力的原因 那这边不止我的纸偶 连同我的这个炮台都有这个联级杀手M的倍率 所以我这边其实就看到那个威力也是会蛮大的 那再是这个角色吧 那我基本上都是会建议到玩家去练个一刀两只 假如里尔的话 因为那个毕竟嘛 在好友的部分或者去跟别人的组队都有机会有米加勒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这一只角色真的也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强化 好吧那影片的部分就到这边差不多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和按个订阅 好吧那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 帮助形歬 chio爸爸 耶 说 你 好 别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